你看看 看你拍了什么 秀出自己拍下来最得意的照片 给医师阿姨看 张小弟因为眼癌只剩下一只眼睛 为了抢救他仅存的左眼 在外界的协助之下 短短五天顺利募集到了六百多万 总算能如愿前往美国治疗 我做妈妈的会很痛苦 但是我真的很谢谢大家 还有帮弟弟这样子走过来 在镜头前不断感谢善心人士 才能让宝贝儿子顺利在下个礼拜 处罚治疗 张小弟的爸爸是国术馆的推拿师 妈妈是家庭主妇 夫妻俩为了替儿子治病 耗尽了所有的家产 才在北部医学中心治疗三年 不幸的是右眼在今年八月 摘除仅存的左眼癌细胞 也已经蔓延到了前方 高一先后进行三次眼动脉化疗 他是跑到前方去 水晶体的前面 所以我们要去用一个小线源 把顶部也破坏掉 但从前方打一点药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困难 在日本眼癌专家的协助之下 进而联系上美国眼科权威医师 张小弟顺利前往治疗 但是要到美国开刀动手术 张小弟难免有些紧张 怕他会害怕 然后那个实习医生就跟他说 那你要先练习英文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那我就不要讲话乖一点就好了 对 但是我们想要尽量每天给他上一下课 张小弟要带着忐忑的心情 跟着主治医师前往美国 预计11月初再废尘就医 但跨过医疗是重大的工程 即便再辛苦再累 张小弟的父母和廖医师 都希望能抢救仅存的左眼 让张小弟未来能够继续 看见这个世界 同时新闻杨润民 王子民在高雄的采访报道